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還是有 初分 三線海線 這個答案不錯 高雄或三線海線 都很滿足 三線海線都非常的長 海岸線長三線 那您要不要也談一下這次內閣的 人事首長的議題 跑到高雄來會被問 台北都沒有在問 跑到高雄來竟然問到 而且他現在總部都在半夜宣布這個人事 真的喔 真的嗎 是半夜宣布嗎 我昨天好像看到的時候還沒有半夜 你半夜要早一點 台北比較快啊 哈哈哈哈 就是說這個電線傳輸 一直傳輸到了高雄 已經變半夜了就對了 時區有那麼差 哈哈哈哈 不會吧 李部長真的事件不知道嗎 要說不知道啊 他不知道嗎 應該知道吧 應該知道吧 不過這個傳聞不是很久 所以當部長齁 也是某種程度的老基法的適用者 因為他也是受僱員 老闆叫他要走路 也是不是要給他一個三十天的預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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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他感覺上好像啊 把我一樣的第二天都要走 這樣 有點 好 開了不起 跟老婆兵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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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從台北看這次高雄選舉的狀況 高雄選舉的狀況 我們媽媽不是很穩嗎 應該 現在是誰要出來跟他競爭 楊舊心啊 楊舊心嗎 有確定嗎 有啊有宣布了啊 國民黨沒有競爭者啊 沒有啊 他已經宣布明年他要當市長了 好好啊 我也覺得我們台北應該就像這樣多好 台北肥水多啊 高雄沒有啊 台北這麼熱鬧啦 對不對 你看國民黨現在說 丁守東也打死不對 加連勝文 加一個蔡正元 我們這邊光黨內就五個 你們交的出來是拿五個了嗎 真的喔 拿五個 李秀蓮啊 然後 人質好像沒有吧 有啊 你看 你們在跑媒體都不曉得是誰 你看 人多到簡直是 以前都沒有人要選 現在怎麼 這麼多 好現象 好現象喔 大家就看準 民進黨應該就很有潛力 有機會啊 對阿機會很大 才會大家這麼有機會來 任何要選人 他要選議員 也想啊 他要選議員 他這次會提名啊 沒有人加持啊 誰不曉 你怎麼正媒兩棲 這樣不太對 顧醫師你比較少來的高雄 高雄不太熟悉吧 少來喔 少來是多久叫少來 一年差不多一次 或者是好幾年才一次 我會來高雄開庭啊 開庭喔 開庭喔 那個不算啊 上次我們幫蔡聰雄 這個案子不是請你嗎 沒錯 也請你 因為我們跑議會啊 所以當然知道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對啊 那時候很急耶 所以比較少來的 所以比較少來的 呃 比較少來的 只有兩件 兩件是會來的 第一件開庭 第二件來玩 玩的機率比較低吧 高雄啊 不會啦 還好吧 有時候律師 有時候還在當國 這個 有些時候 當理事長 會來這邊開會聯誼啊 喝完酒 之後坐高鐵回去 都沒有玩到 真的喔 不會啦 因為我常常住在愛河邊 對不對 有住國賓啊 幹嘛 有住國賓啊 有吧 常住啊 那你覺得愛河這樣 我跟你講 河一定要給人家看得到 沒有看得到 就不叫河 台北市的河就是 人家看不到 對不對 你們的高雄不錯 台北市有個淡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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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跨過圍牆 還有基隆河啊 對 就你開開開 你不會感覺到台北 是個有河的地方 你一定要 是為了要去 題外上步 去題外騎單車 你才會跨過題嗎 這就感覺不到 那一種 景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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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國家那一種 景美西你要 而且淹水的時候 才感覺到他很牢 真的 這次台北地在你們那個 河四的有沒有 又出來 說訪河啊 現在不是3月8號 訪河大遊行嗎 有啊 是民間跟民進黨都要出來了 那你有帶頭帶隊嗎 哇 我現在正在考慮要參加這個 跆拳會的那一場 還是參加政黨 喔 我是跆拳會 會長 喔 你是跆拳會的會長啊 喔 沒有 我就是 因為要參與這個選舉 所以被他們停權 是要會長 蛤 停權啊 會長怎麼會被停權 會長是幫人家停權 因為社運團體要有一個純粹性 那如果你決定參與政治 就要停調 我要自我停調 你比政府外院還遠 在大概這幾四公里是往太多年輕人非常喜歡的一個地方 這裡是老倉庫 我們現在那裡有超馬興車站 然後勞動港鞭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介紹一下 謝謝市長好 還有非常歡迎胡理師 一輪我們國外醫師科區 還有新聞媒體體長大家午安 各位媒體大家午安 那我們是不是一邊走 是這樣子很難想像 在前年這個蓬萊倉庫其實還是很封閉的狀態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海關器絲物品的儲藏的地方 所以絕大多數的人根本不知道這邊有這麼美好的一個餐廳的聚落區 它大力支持我們文化局相關的一個不管是工程的修繕 或者是相關展演活動的推動呢 在去年一年其實這個場域民眾已經非常熟悉了 那其實在這裡呢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民眾特別在立假日的時候 這裡就是他們親近藝術的非常美好的一個場域 那可以看看右邊這一門田呢 其實是我們把它建造起來的 那這門田不僅是我們提醒大家 它重視環境生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媒介 它呢也是我們藝術家 創作環境藝術地景藝術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平台 那現在右邊其實小米剛剛收集起來了 那其實我們媒體朋友可以看到 現場還有很多藝術的一個創作一個裝置 非常可愛 那這隻小鳥是之前我們請原住民的藝術家古樂樂 他們用漂流木創作的 因此呢其實在這個地方 不管是倉庫內戶外 每個場域每個角落 都是民眾非常喜歡親近藝術 非常容易親近藝術的地方 好那是不是我們往前走 我們這邊有請同仁準備幾個圖表 藝術家好 那其實不然在市長的支持下呢 我們是一目一腳印 當然我們是跟時間賽跑 那可以說是說 目前我們正在推動的亞洲新灣區呢 也可以說是因為博二的快速發展 帶動整個亞洲新灣區的一個快速的一個開發 那各位貴賓各位媒體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所在的地區是蓬萊區 這邊總共有7棟倉庫 那大永區呢是我們中間 是在中心的區域 是我們博二起家 那大一區這邊呢是最接近 我們珍愛碼頭這個場域 所以全區6.9公頃 目前都是文化局來營運 所以市長也說我們局長花了市長很多錢 市長非常非常的支持 那接下來可以看到這個檢表 其實20年沒有由文化局接手營運 從三棟倉庫起家 一直到現在已經25棟 這樣一個美好的景觀聚落 我們真的是很珍惜很珍惜 一直在跟時間賽跑 那現在已經預定在今年暑假 25棟可以全面運運 那其實講到博二的一個參觀的人次呢 我們從2008從16萬人次到去年總計有320萬的人次 其實這個數字是成20倍的一個成長 倉庫動數的話是成15倍的成長 那參觀人次呢是成20倍的成長 其實在這邊是大家共同美好的一個會集的地方 特別是春節的時候 嘿 是 大家都會相約說 欸 我們春節博二見 那我前天遇到有藝術家 他說高中的同學會也約在博二進行 所以在這邊有很多美好的事物美好的時刻正在產生 那接下來其實博二不管是 像年輕人一個興瑞設計的一個創作的品牌 像青春設計節 或者是以高雄城市品牌推的活動 像好漢丸字節 高雄設計節 以及我們跟國際藝術家互相對流激浪的 像國際鋼彪創作藝術節 以及貨櫃藝術節等等 這些美好的一個節慶活動 就像一年四季都在博二美好登場 所以是接下來我們都一個期許 為什麼 因為2013我們博二藝術特區 榮獲天下雜誌所評鑑的 全國藝文特區的第一名 因為它的民眾參與度高 因為它的知名度高 因為它的展演能量非常的強 其實這個結果 很多同學的朋友有點意外 但是呢 其實參與過我們博二成長過程的 很多藝術家老師 他們都覺得實至名歸 那接下來呢 我們其實更期待的是 更多民間力量的參與 所以接下來就是我們到博二裡面 有個B10的銀兒派 我們看 這裡是我們百年的鐵道公園 其實博二的話就是一個鐵道 鞭鑼舱庫 是我們這樣子給大家各項多年主題的呈現 那或者是說國內外藝術家的創作作品 像這件作品是日本的藝術家 在現場進行鋼雕藝術節的創作 所留下來的作品 那其實我們接觸很多國內藝術家 他們的經驗是 原來他們的作品並不是要做這麼大 但是他們太喜歡博二了 所以作品就越做越大 是這樣子 那不管是日本的 或是中國對岸的藝術家作品 都是 鐵道 鐵道一伸過來 那邊鐵道壞 鐵道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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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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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這種庶民生活其實非常適合整個的一個創作 跟大家的生活經驗非常接近 因為高雄市都是同等的合併 因為高雄市本來是建霞市 高雄市是省霞市 台中市本來是層級不太一樣 台中市跟台中市是相同的 他們在行政組織上都屬於省霞市 高雄市那時候前台灣就是 北高雄市只有高雄市 因為是台北市跟高雄市是台灣為二國 我們非常歡迎 我們這個市長未來的市長參選 我們顧立雄先生到高雄 我是曾經到那個吳榮毅 吳副院長那裡去做了一個演講 演講是提到高雄縣市合併 當然今年我們是縣市合併進入第四年 我們最困難的大概是低年 低年年來的高雄縣 它有27個鄉鎮 鄉鎮長都是這些民選 但是它又有一個大的高雄縣 它又有縣政府 其實縣政府對27個鄉鎮 完全沒有關不住 因為27個鄉鎮他們財務人事 他們都有相當有自主權 但是我們現在縣市合併以後 當然這27個鄉鎮 就是跟高雄市一樣 它變成是一個區 是在市政府以下的一個行政區 只是這樣 那一開始我想都沒有習慣 他們會認為鄉鎮會認為說 奇怪 我區鄉長 或者鳳山市長 或者是鋼山鎮長 他們就是變成是由文官來擔任 就是一個國家的公務人員 不是民選的 他們會覺得說 我都沒有人事的權利 然後我的財政也是沒有獨立的財政 所以這也開始第一年 我們的區域 要去讓他們了解到 現在所有的大高雄地區 就是整整是38區 38區 以前區公所 以前的鄉公所 可以所有的清潔隊 所有的都是儀館的 所以很多的清潔 五十 都在樓下 都是很方便的 但是現在不一樣 這些清潔隊是屬於高雄市政府 環保局是掛領 管理 它是隸屬於環保局 所以環保局他們每天分配多少工作 這個都有一定的郵程 還有工作的換領等等 所以第一年非常辛苦 慢慢的他們就會覺得說 縣市合併不好 第一年 怎麼好像這個也沒有 還一直說 以前他們路燈壞了 現在路燈壞了 都不知道要找誰 都有我就提出這些問題 那我們是用很快的一個時間 第一個 我們就成立了1999 一個電話號碼 一個直接服務 高雄市原來有1999 但是高雄縣那麼大的區域沒有 大家一直抱怨說 我們現在電話派去也找不到人 什麼也不知道要找什麼 那我們就告訴他 我們就在三個月 縣市合併不到四個月 對不起 時間我沒有那麼好 我們就把前縣市合併 38區1999的系統全部建立 如果你說你家什麼路什麼路 路燈壞 你直播1999 告訴他你在哪裡 我想很簡單的部分 我要兩個小時之內完成 四個小時之內完成等等 一定都要上進這種 對市民服務的責任 高雄市因為有1999 那我們1999又有一個特色 它裡面所有的工作人員 都必須是重量以上的生性障礙者 第一個 他可能是一個市障礙者 他可能是坐輪椅 他可能是顏面商場 多國 因為只有這些人 我們優先在1999裡面工作 給眾多以上的身心障礙者 有就業的機會 他們都很敬業 很珍惜 這樣的就業機會 下次 波利斯來可以帶你去看 哇 那台北只有12個區 很大 高雄2946平方公里 兩天 波利斯要不要談談今天 來看國外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高雄有很好的水資源 這個有海水 也有很好的海洋 也有河流 這樣子的一個 而且我一直覺得 河流一定要給人家看得到 高雄的愛河一直 就是說你隨時經過都可以看得到 今天來到博特群 也看到像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水岸魂窗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台北在這個部分上面 應該還要也能夠讓人家看得到水 這件事情 我覺得也是要加強 因為台北是有很多條河 不管是西邊的淡水河 中間的吉隆河 或者是南邊的 新電溪跟吉文溪 但是基本上都有圍牆 沒有讓人家看得到 那台北當然也有一些文創園區 那不管是華山 不管是松菸 我基本上都是委託經營 委託經營 那我來到這邊看到 柏特群原則上是由 文化局資金來做 蠻不錯的 那我覺得 委託經營可能商業氣息會高一點 那進入了門檻 就是說他辦的活動 稍微可能會比較 怎麼講 昂貴一點 昂貴 那我覺得給更多 獨立經營的這些文創的人能夠進來 然後甚至提供一個比較好的 低廉的一個比較低層的環境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台北還有一些地方 還可以做更多的一些文創的一些改革 所以特別來這邊跟市長親意一下 來市長親意一下 其實台北的資源 台北的資源 讓我們高雄更多的 台北是中央政府的首帶地 所以很多的資源 那高雄的中南部 在南部地區 我們相對 按往事說相對 畢竟高雄是台灣 第二大的一個城市 但是我們這個城市有一個問題 這個城市是因為 過去是前台灣所有污染的產業 重工業的產業都在我們高雄 它基本上對台灣的重工業是有很大的貢獻 中鋼 中油 台電 石化 也先不在高雄 但是高雄大概從謝長廷當市長 然後接下來有兩位代理市長 在接下來就是我擔任市長進入第八雷 我們都很努力 希望高雄市 過去曾經對台灣的重工業的發展 付出貢獻 但是我們也付出代價 所以這個城市過去 污染的問題 河川污染 空氣污染 我們有很多區域 坦白說現在都在很努力的找職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高雄是要努力 做為一個非常適合人居住的城市 這個城市是應該三民水秀的 這個城市山海河島 它必須是乾淨的 天空應該是藍的 我們的海水等等 所以我們在這個部分 變成是我們執政很重要的價值 高雄很適合人居住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利益空間 我們的利益空間 大概也超過台北 大概有1.25多 超過 然後我們的利益空間 每一個市民所擁有的一定空間 大概5點多的一個平凡公尺 對中國市政府很努力 去任何的利益 我們都很珍惜 讓人覺得高雄不再是灰風味 高雄到處看到它是乾淨的 是這個城市要很乾淨 所以我想我們也突破 從2009年世界運動會 也接下來在去年的9月 我們亞太城市會議等等 我們都是把整個城市做了很大的翻轉 這個都是我們做的很多努力 我們現場的媒體朋友們 有沒有說對市長或者是顧律師 有沒有什麼想要提問的 我們是很歡迎顧律師到高雄來 我們希望顧律師 現在在努力爭取民進黨的提名 我們給予高度的祝福 我們希望未來老幹新資 我們北高兩市可以好好合作 我當然希望有這個機會 那我覺得陳軍市長 將這個高雄市建設非常非常的好 那每次來都有看到它的進步 其實我上個禮拜還有來高雄 我來多一點 那可以看得到 高雄市有一個先天的優良的條件 就是說不但有剛講有水 它裡面整個非常的開闊 非常的開闊 所以它的地理環境 相對來講它的開闊就比台北好 比台北好 發展了也比較久了 相對於資源來講 那個比高雄多 所以我差不多要跟它媒體紀錄 當時和英雄議員都說 我們台北的這個資源很多 可是我跟他們說 台北還在取債這樣子 夢想加一次就兩億了 拜託 對 城市 就是說 中央在財政收支劃分化 還有北高零市 你在財政劃分 分取中央補頭分補頭的條件 對台北市是最有利的 但是台北市的負債比高雄少一點 它也負債兩千多億 那我們的高雄市也是 我們是從蘇南城的市長 到我擔任市長 在我還沒有擔任市長 高雄市的負債裡面一千七百多億 花會做幾億 對不對 就是歷年來的累積 所以高雄市政府現在一方面 努力招商 第二個 創造土地的價值 透過都市企劃 創造土地的價值 它會土地中央 重劃以後 取得公共設施的用力 然後這個中間 會有的會議 我們公開挑售 充實事 我們現在是 這也是我們的方法之一 就像台中市的台中七級 它就是我們中規 高雄市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當然努力 努力地做一些招商 在文創 那現在我們有一些動漫 包括高雄花廠營屋產業 包括現在 國外要共同的 旅行物業政訊 就在這個附近 所以這個部分都希望 未來都是跟產業的發展有關 我們希望給更多年輕人 有這種創業 這種新興的產業 不再只是 全國 文明的一些傳統 就業性的服務 對 也是高雄的新興產業 對 我們在國寶村 文明圈 我們這兩個 現在也是我們高雄的 伴手林 國寶村的麵包 我們這個麵包 所以這兩個麵包 是要送給顧律師 帶回去 這個其實 我們現在高雄市 有福寶村 世界第一名 有哈薩丁 然後有各種很多的麵包 都非常健康 非常很有特色 所以跟我們高雄市 農業局的水果 有當即的水果結合在一起 所以 對 是一個新概念的產業 高雄要從一個工業的城市 轉型到一個更具有文創 更具有服務的 更具有跟台北競爭的這種態勢 可以從事件競爭 那我跟台北也要更警惕一下 更警惕一下 今天來到高雄 謝謝市長給我的接待 那我當然也希望 很高興能夠得到市長對我的祝福 那如果說我有機會 能夠出現代表明天堂 那進而代表綠英 那我幫我拿下台北市 那最好 那我想 我跟陳市長 北高雄市 在這個部分 一定會更密切的一個合作 那甚至呢 我們要有一個良性競爭 兩個城市都推向這個 不但是跟亞洲 其他城市來比喻 甚至跟世界 因為我今天早上 來參加一個都市再生的 一個研訟會 那他們有一些 台北市有一個 比如說有10年 20年的一些想法 當然這個都是 對台北市 大家也都有更高的期待 然後我也相信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高雄市的成績 是啊 非常非常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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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說看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你多留一篇 你多來 現在民進黨所有的黨內投資的參選 原本就有一套制度 不過就在台北市的部分 好像變得比較複雀 不過這個部分 我相信 我們港中央 包括我們蘇府市 都有這個智慧 我們那個提出 要尊重 那首先我們認為 黨的制度也應該要尊重 尊重 所以接下來有黨外的人士 也有意思 然後希望民進黨 要跟民進黨這個部分來一起評比 所以這個是需要自推 所以我相信黨重要的民主黨 所以你覺得主體性比較重要還是盛全考量的危險 我以為你們已經不要問這個問題 我們已經是不是那個 對不對 謝謝 我相信應該有 大家最後一定能夠有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應該沒有 副理事在高雄有什麼看法 謝謝 高雄我剛剛已經講了 高雄讓我們能夠感受它越來越進步 那它的一個天天的地理條件 在大家很勤奮的這個市長的治理之下 就可以感受到它的進步性 這一點台北市 相對來講就應該要更努力一點 因為大家都說台北的資源比較豐沛 我們應該要更努力一點 高雄是天生不立即 所以我們要更努力一點 你真的是這樣 謝謝 這個創意很像 市長開了某個倉庫 它是高雄新的民主黨 那您對這個文序上面 有什麼問題嗎 高雄是從我們上任以來 對國二這塊地區 我們是很用心 我們認為在這塊地區 對於年輕人 在文創的部分 這是我們的機會 所以我想高雄市 現在當然我們所有的 現在的國二 從七千路到大一路 每一棟倉庫都有它不同 包括也有這種數位內容的 產業在這裡 這個就表示高雄市的規劃 這些規劃其實都期盼了 更多年輕人打開就業的空間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從現在博二 應該到今年的暑假企業 每一棟倉庫都完全開放今晚 他們應該都會有一些模特兒和成就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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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